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八字 丁丑庚绪 辛丑丁勇 他是在说他二三年以后进入丁卫大运 是不是 这是他的用神大运 所以他就要起碑了 很多人总是会有这一种的迷思 总认为自己的用神到了 他就全部都会好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这样 一切还是要看五行流通而定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本命 他的天干为丁火 庚金 他的地支为戌土 丑土 申酉金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关心很不错 当他进来丁卫大运的时候 他的一个状况 他就会变成丁火有三个 庚金 他的地支为戌土 丑土两个贵土 申酉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在这一边其实官运他是好的 但是他假如并不是很关心他的官运 他假如是要问说他的一个财运 我们可以知道说八字没有财运 没有财运 那就以食伤来代替 我们也发现到他并没有食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距离 财的距离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这时候只好等他的所谓的财星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假如以财星出来的话 天干 甲 乙 全部不能用 地支 乙 卯 所以他唯一可以用的就是银 但是他是在二三年交大运 也就是说今年二二年明年交大运 所以他下一柱的大运 碰不到银 你就可以知道财运基本上都是GG的状态 再来用食伤 用食伤 认 为 丁认和 只有一个鬼可以用 地支 止 亥 止丑合 蓄土克汗水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他就算是连食伤 也一样四个 只能用一个 所以与其在这个弱项打转 倒不如好好的 去发挥他这个八字的强项 也就是官运 这样子 才不会 有错误的 迷思总认为我的用神大运来了 我的财运要起来了 结果才发现到原来 这一个用神 根本对财运是没有太大的防助的 毕竟 每一个运都有每一个运的喜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再会 拜拜